好,大家下午好,我是顾外秀才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像有色钢铁煤炭板块纸做 同时的话呢,借此给大家再一次讲一下涨停分析的四个要素 什么是领长板,什么是跟风板 好,列出像中国铝业,生活股份云铝一修资源 像今天,铝方向呢,是属于达到一个高潮 但是高潮之后呢,往往意味着分化 那么今天,追板的人要当心一下 好,那么像钢铁当中,为什么像钛钢不锈 咱们在手板的时候讲到 然后呢,二板之后回测又给大家讲呢 这样的个股大概率会有反爆 那么今天呢,是成功反爆涨停,三天两板 好,那么列出像煤炭里面又有什么核心的标的 那么咱们再逐一给大家进去分析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像有色钢铁煤炭板块指数 好,那么像今天市场的主角 说有色首当其重的 那么有色板块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大家做出分析 那么像这样的板块呢,它首先是属于很明显的方量 在叠加上周,上上周连续两周的这样的一个声调 那么今天放量反弹的话呢,对应的行情应该不至于说是一夜勤或者一日游 后面的话呢,那么但是今天是一个高潮 如果说明天再往上的话呢,一旦量能不济 那么随时可能会面临冲高回落或者是震荡 在浪过之后呢,回落下来还会有反复的机会 即便呢,内部 出现这样的轮动 就说呢,有色板块内部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好,这是对于有色板块指数的一个看法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例如说像钢铁 钢铁的话呢,其实今天的一个上涨 它对应的量呢,和昨天想比较来讲 放的并不是特别明显 同时呢,再结合它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也是属于强势冲高 回撤,13天军业不破 再强势冲高 回落,13天军业不破 但是对于钢铁板块指数的历史的痕迹来看的话呢 例如说上一次 强势 这个位置的阳线很明显 是什么呢 和今天的这边阳线是可以做一个类比的 那么阳线之后第二天 它是处于这样哪个微微低开 高手冲高回落 而后的话呢,面临调整 如果说像钢铁板块指数 明天呢,有惯性冲高 一旦呢,盘中回落 面临这样哪个上涨线 或者是上涨这样哪个节点 也要做好 冲高回落的一个准备 那么像当前这样哪个维度的话呢 还是看明天资金接力 因为今天的盘面反弹的话呢 它是属于像酿酒 油色 钢铁 煤炭 周期方向 包括呢 像 例如像金融里面呢 也有所配合 三架马车才是拉得起来 但是呢 这三架马车不可能 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马力 所以说呢 高潮周容易分化 那么对于钢铁板块指数来讲呢 当前的 嗯 量能而言 那么防范 第二天的话呢 分化以及呢 冲高回落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那么对于整个钢铁板块 指数来看的话呢 它是属于 嗯 一直都比较强劲 但是内部的个股却有轮动 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轮动的动作 那么我们再来看煤炭板块 稍后呢 咱们那点个股 煤炭板块的话呢 今天量倒是放出来了 但是呢 它缺乏核心的风向标 煤炭板块呢 今天居然连个涨停板都没有 那么这一只个这个板块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定位啊 其实这两周的时间一直保持在 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震荡 因为呢 这一次突破的话呢 在前面快速冲高 冲高之后呢 突破 它留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 突破呢 本身就是有点bug的 那么这一次呢 方量之后 看看接下来 它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之前 其实都只能把它作为一个震荡的一个矿压来进行处理 这是煤炭板块之说 所以说呢 相比之下 个人呢 更看好有色一些 那么我们再看具体的个股 个股的话呢 例如说咱们先从少的地方说起 像煤炭 煤炭板块呢 咱们在昨天晚上的时间呢 重点给它点了一个大有能源 手板当中 为什么呢 像这样的个股 就是当前不管是 钢铁也好 煤炭也好 有色也好等等 其实涨停板的个股 你要是把它快速的梳理一下 还是以底位 底价占主导 那么像大有能源这一支个股呢 今天昨天涨停 今天呢 是属于涨停开板 但是呢 它是收在了140天均线的上方 那么如果说早上的时间有低息这样的个股的 那么明天冲高 其实的指引走掉就行 那么我们再来看 同样是 刚同样是煤炭当中 昨天的其他的两支 涨停板的个股 那么会发现呢 列说 咱们昨天给大家做出这样的一个点评当中 列说呢 我们来看一看 同样是属于煤炭 列说像 开源股份 像这样的个股 今天呢 居然还收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位置 还是属于高速不是寒 就说呢 连续的冲高一波回落 再冲高一波回落 再进冲高 那么像今天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去追 那就是风险比较大 而且呢 又在前高附近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个股 咱们就不用去重点去看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昨日当中 三支 煤炭当中的个股 列说呢 我们再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列说像煤炭当中的 列说呢 像云煤能源 云煤能源的话呢 这样的个股 它一直走的是一个 比较强势的 这样的一个足法 但是呢 它也是处在 这样哪个平台突破的 一个边缘 那么呢 核心的因素的话呢 像大有能源 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更低 或者说呢 因为它的一个历史位置更低 当前资金进攻的一个特征 还是以这个方向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特征为主 好 这是煤炭 那么我们再来看钢铁 钢铁方向的话呢 其实同样是钢铁啊 大家会发现 太钢不锈 为什么能够走出四天三把 那么今天能够成功反爆 其实核心原因的话 它不仅仅在技术图形上面来讲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突破 而且呢 而且呢 像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视角呢 就属于 如果说属于大的这样的平台突破 小的平台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公正 出现涨停板的方式突破 或者说呢 连板的方式突破 二连板 那么如果说出现大英镑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回撤 它很容易就反爆 同时它不仅仅是钢 它同时的话呢 还叠加的核电 核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属于双概念叠加 所以说呢 它能够更容易被资金进攻 受到资金的侵害 那么像自认的购物的话呢 咱们要知道对于 不管是手板举金也好 还是这样的一个反爆也好 都是用短线的一个玩法 昨天进 那么今天涨停板的位置呢 其实这一次购物涨停多次开板 那么涨停开板 它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换手板 就说呢 今天 有主力资金去买 也有主力资金去卖出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换手板 那么换手板出现过之后 那么像这样的 个股其下来的一个应对方式很简单 如果说冲高不能涨停了 及时的止盈就可以 而且呢 如果在今天开板之际呢 像昨天进场 今天离场 隔日十个点 何乐而不为呢 就是没有必要 太过于恋战 这是太钢不锈 那么既然说 它已经成为四天三板 它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 它当前呢 其实在钢铁板块当中 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风向标 或者是龙头来坑带 它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同样是钢铁板块的个股 那么呢 例如说像 好 例如说像 新钢股份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那么前面已经是两年满出回车 然后呢 再出现这样的反暴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只能把它作为一个风向标去看 不能去追 因为呢 再往上的话呢 它就是面临防范的是高潮之后回落 强制股杀跌 而且呢 再往上的话呢 不能两百就是严重的偏离五军 这是新钢股份 好 那么像杭钢股份的话呢 这样的个股 它是属于超跌反弹内部轮动的一个走法 它还不是趋势 而且呢 这个涨停板的位置呢 它处在涨停撞顶 还没有突破 好 那么像太刚不锈咱们刚才已经讲到过 那么呢 金领框业 今天呢 虽然也涨停啊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大的震荡 就是呢 上有上前高不破 下前低不破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大的震荡 相停内部 或者说呢 除了在哪个收敛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内部 就是它不 就是即便涨停了 它都 它从技术角度来讲 来技术角度而言 它并不具备突破也没有方向的一个选择 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 不管是地停也好 涨停也好 它不具有方向性 这是精灵 框业 那么像再比如说呢 像华林 列出呢 像华林钢铁 华林钢铁的话呢 它属于线上涨停 前面有这样的一个 环涨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只能就是不能再去追 因为呢 从短期来看的话呢 它已经呈现了这样的一个 强势的一种状态 如果说 手板的位置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就算刚刚突破前面 这样的一个浅高也好 或者刚刚突破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好 你还可以去把握 就是呢 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涨停的位置 后面呢 如果说有 低息的机会可以把握 那么再进行充高的时候 它已经不具备 价格优势了 好 而且呢 是属于肌风板今天 那么再往下面去看 例如像九 刚红星 九刚红星这一只个股呢 倒可以去留意 其实呢 它的基本面并不是特别强劲 但是呢 它是核心的一个优势呢 还是属于前面有这样的一个环涨 但是这个环涨的话呢 涨幅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 而且呢 环涨带有这样的一个亮堆 然后呢 出现这样的连续的调整 震荡 洗盘 今天呢 是属于反爆 而且呢 风板的力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相应的 可以去用手板的一个维度呢 去跟 因为它具备足够的列数呢 我们用技术的一个维度来去看 一方面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列数呢 极端性的高点和高点相连 可以把它作为趋势压力线的突破 同时的话呢 它又属于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 好 近期 可以把它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突破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呢 如果说有绿盘的机会的话呢 可以用 手板取经的视角 可以去尝试去把握 而且这只个股 它有一个魅力所在的什么地方呢 它又属于 核电核能概念叠加 在核电 当中 又有这一只个股 就说呢 它是属于概念叠加的 所以这只个股的话呢 相对来说 稍有优势 只能这样去来进行分析 好 这是属于煤炭和钢铁 那么我们再来看有势 铜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讲到过 那么这个呢 重点讲一下铝 铝的话呢 来我们来看一看 像今天 铝方向的话呢 其实涨停半不少 好 列出的像 红创控股 中国铝业 移求资源 新疆综合 云铝 但是呢 好在咱们前面 现在在之前反复给它提及的 列出像 云铝 像神火 包括了南山 以及呢 像中国铝业 还有呢 更早之前给它讲的 像移求资源 它存在内部的轮动 结果呢 轮动的时间 就呢 它中间 隔了一段时间呢 走的比较弱 今天是直接点板 好 那么铝怎么去看呢 我们用跟风板 以及呢 中军和林长板来去看 那么今天真真真正 率先涨停的是 移求资源 它是直接 一字板 那么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也不会给给你很好的参与机会 后面呢 可能直接 第二天呢 可能连板的概率是非常之高 但是呢 不太会给你好的进场点 那么 重中之重的话呢 像中国铝业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铝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去看 它的盘子呢 是也比较大 好 那么像资类个股呢 同样的 因为像今天铝方向的连续多支 就是呢 多支个股涨停 它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 达到高潮之后呢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高潮之后呢 多半会有分化 分化的话 怎么会分 就是分化的一个特征 是什么呢 那么今天这些涨停板的个股呢 明天 那么呢 大概率会有一支或两支 它能够进击成功 其他的个股的话呢 要么是从高回落 甚至不排除高开低走 所以说呢 如果说今天有进场的 或者是在这两天有进场的 那么呢 一定要注意 高潮之后容易出现分化 足以分化的话呢 那么 见短线的思维来讲 见好就收 好 不要呢 过于恋战 但是呢 这内部又有不同 不同之处呢 列说 我们去看的话 列说处在这哪个底位轮动的 列说呢 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好 像一球资源 这就不讲了 因为呢 它今天点板 明天呢 今天涨停可能也不会有好的机会 像新疆综合 这样的涨停板的话呢 它没有方向 它是属于连前面的 前面的压力都没有突破 云率股份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它是属于涨停 开板 在经涨停 那么这样的个股 它从筹码的一个维度上面来讲 它实际上 别看是高位 高位的话呢 它也属于涨停 装顶 如果说再往上高开 或者是冲高的话呢 它就突破前高了 突破前高过之后呢 那么这类个股 但是呢 它属于先上涨停的 如果说不能连板 及时的止盈 即可 而且呢 它对应了 这样的一个涨幅一波 一波又一波 这样的一个组法 所以说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也是属于 只要说呢 不能连板 及时的进行止盈走人 像交错万方的话呢 如果说手中有这类个股的 它的一个涨停 反而呢 是属于涨停壮顶 而且呢 阶段性的 这样的一个涨幅并不大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 接下来能够 持续往上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突破的看法 那么考验前高了 好 同样是涨停板 那么它位置不同 对应的策略也不同 生活股份的话呢 它的一个涨停和 刚才运营率呢 是逻辑是相似的 好 那么再往下面去看 例如像南山履业 南山履业的话呢 那么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交替 就是属于波浪式的这样的上行 前面的话呢 咱们也给它点到过 那么像 南山履业的话 第一个低点和低点相连 对应的话呢 它还处在这样的趋势线的一个位置 调整的位置幅度呢 正好 那么最近涨停板的话呢 其实它对应的 我们来看它前面怎么走的 涨停之后调整 再涨停 再调整 再涨停 涨停之后呢 还冲高调整 就算它 像这类个股呢 它不太容易出现几连板几连板的走法 因为呢图片的盘子都比较大 所以说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对应的 而且呢 从它的一个走势来看 前面这个位置 12345 五天的阴阳交替 它勾住了一个平台 然后呢 它向走向下呢 有一个跳红缺口 那么在10块5的位置呢 本身就有压力 所以说呢 明天最好呢 也是见好就收 好 这是南山旅业 好 那么再往下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没有别的了 就是呢 对于旅的话呢 我们要有一个视角 什么视角呢 不管是像南山旅业也好 还是说像云旅 还是说像生活 那么如果说明天能够保持领长的 就是你看你手中的这只个股 如果说在旅的方向里面 是属于领长的 找盘的时间 高开 或者说呢 除了那个一球资源之外啊 其他的个股 高开或者是呢 冲高 它是属于领长 其他的铝的个股的 那么像这领长的这一只 还可以呢 多一点信心 它只要不是领长的 那么呢 一旦领长的个股不能涨停 或涨停 那么其他的个股 大概率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 好 这是铝的一个方向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除了铝之外呢 比如说煤炭钢铁铝 那么咱们再简单的点一下 像中欧高新和格林美 那么格林美的话呢 咱们在昨天晚上给他讲到的一个视角 他当前的话呢 一旦是期待向上离开段 但是在昨天呢 咱们给他讲的一个维度是什么呢 讲的一个维度 结合他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好 结合了他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呢 昨天给他讲到的是 他不太容易说这个位置呢 直接下来 他历史上每一次上涨 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在的 好 那么像今天的话呢 他也是处于 相上的反暴的走法 冲高了五个点 那么我们要根据他的量价关系 来看看他今天的这样上涨是强还是弱 首先呢 这一只购股背后呢 他是有逻辑的 背后的逻辑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 这一只购股的话呢 他是有生涅方向 同时是运用于新能源车领域当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个股 同时的话呢 那么这一只购股又是雇费回收的分支龙头 同时的话呢 这一只购股 他在一季度 2021年的一季度业绩预告里面呢 是属于明显的和上年同比增长120%到170% 意思说呢 他背后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逻辑之声 只不过呢 美中不足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并没有方便 美中不足在于今天没有方量 那么像格林美这样的个股的一个走法 看看后面的能不能量呢 能不能保持温和的方大 如果说能够保持这样的量呢 他不出现明显的一个数量 只要说他不出现明显的一个数量 要么呢 是温和方大也好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其实是也适合用这样的一个 相体的一个视角 列宋呢 哎 冲高只要说呢量能没有明显的方大 不是这种 不是奔涨停去的 那么呢 见好就输 即使止赢 止赢过之后呢 如果说后面回落下来 那么呢 又会到达新的买点 那么什么时候是一种真正异常的突破呢 如果说后面他再强势的突破这样的一个 突破这个位置的高点 他对应的是强势的离开段 就能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下上下的一个中枢 如果说向上离开段之后呢 他走的又比达强 没有被辞 那么呢 偏离五军 减回落下来不破这个平台 又可以把握新的节点 这是格林美战的个股 那么像中欧高新 这呢也是今天呢 有好几位朋友的说 像中欧高新 前面两天的话呢 自己尝试的低吸了一下 今天抓了一个掌情板很开心 那么像中欧高新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 一是有步障的逻辑 二是有足够强的安全边际 那么所谓的安全边际的话呢 他不是欲空化 更多的话呢 指的是他的位置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本身他也属于这样的一个 收敛三角形突破之后的 这样的回态筋脏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其实后面 同时呢 像这类个股后面呢 还可以去期待 他能够持续新高 而且呢 他的业绩是有明显的支撑的 手中有的话呢 这类个股其实也可以去考虑 反复去把握 例如说呢 如果说明天冲高不能连板了 那么呢 钱 或者卖掉 回落下来之后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连五军都不破 回落下来 又可以去把握迪西的一个视角 那么像这类个股呢 他的属于底部平台 刚刚有相上冒头 就是呢 刚刚走好的一只股票 从技术的维度上面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刚刚走好的 所以说呢 像中欧高新这类个股的话呢 同样 是手板 有的手板的话呢 它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 那么呢 建好就说 它只是一个轮动 或者是撑个热点 当时当下的话呢 被油脂所关注而已 那么有的手板 有的个股的话呢 它要如果说处于这样 那个大的底部平台突破 背后呢 又有业绩的支撑 那么反而呢 可以期待 它能够向上走得更高一点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连板 掌停之后 后面能连板不好 不能连板 偏离五军 减回落下来 再把我低息 可以反复 好的标的的话呢 是可以反复做的 不好的标的的话呢 一定不能死扛 而对于很多贵友的话呢 往往反过来了 遇到好的标的的话呢 拿不住 或者说呢 连一点点底仓都留不了 遇到不好的股票的话呢 又想着不断去死扛 不断去补仓 反过来头 那么呢 亏就亏大钱 赚呢 只赚小钱 这种思维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给他讲到的内容 可能侧重了一些 这样交易的一些事物方面的东西呢 结合的比较多 也是呢 希望对大家会有一些 帮助 好 那么呢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还有一些朋友呢 留言的个股 有的呢 个股它 相对的冷门一点 或者说呢 盘子比较小 然后的话呢 不具有代表性 那么修产呢 就 有的能够能回复就回复了 有的能实在回复不过来 大家呢 也不要介怀 好 欢迎 喜欢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都是呢 记得赞赏 好 再见